中国队千难万险的赢了 赢了乌兹贝克斯坦 赢得了本届12强赛的第二场胜利 尽管离出现仍然非常遥远 希望非常渺茫 但是现场的几万球迷 网络上的几千万的球迷 已经欢欣鼓舞了 已经沸腾了 这就是足球 世界第一运动 足球国家队进一个球 赢一场球 它的影响 它的价值 它的意义 它给一个国家的人民 一个国家的整个国家的形象 带来的所有的一切 是任何其他项目 无法相比的 这早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证明了多次 这就像老航 我曾经在多年以前 写过一篇文章说 我说我们亚运会 亚运会拿那么多金牌 我愿意用其中的一半 换取日本队 在南非世界杯上 那两脚清脆玲珑的任意球进球 行吗 可惜啊 人家不换 对不对 说说这场比赛 李皮做到了一个世界级打牌教练 能做的一切 这场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就是水平高 他就是有办法 上半场射门次数12比2 绝对机会4比0这样的场面 是我们现有的队员队伍的水平 所能够达到的最好效果了 可惜啊 就像我在PPTV解说的时候说的一样 这厨子再好 他不能替你拿筷子夹菜往你嘴里喂啊 教练再好 他不是游戏的玩家 摁着手柄自己操作去完成射门动作 最后得队员把球踢进去 如果上半场1比0领先了 那后边下半场呢 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可以愉快的打反击 当然了 由于我们现在的队伍队员的阵容实力 跟人家对比没有优势 所以下半场呢 人家乌斯别克攻出来之后 立刻获得了场上的优势 下半场的威胁性的射门超过了我们 但是他们呢 毕竟也是一支亚洲球队 毕竟从他身上浪费机会这种现象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他为什么四胜五负机12分就不再往前走了 他就不像伊朗那样 不像那个小组的日本那样能够提前出现 他甚至韩国鸡的这14分他也达不到 他最后一轮必须主场背水一战击败韩国 才有可能直接出现 那就是因为他水平也就这样 创造出机会来打不进 这部赛后采访他的主教练也说了 说我的队员完全执行了我的战略部署 比赛跟我预想的一样 我们踢出来了所有的战术设计战术要求 但是就踢不进 你踢不进浪费机会就要遭惩罚 然后呢他也说 李皮教练赛后主动过来跟他握手 说比赛很不错 如果我们队有点赢在运气上 那李皮呢是谦虚是客气了 但是呢 足球比赛当中确实这个运气呢 是光顾叫天助自助者吧 中国队虽然赢了 但是呢离出现还是很遥远 但是呢 他起码让我们最后一轮 9月5号客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 不会变成一场 两支已经被提前淘汰的队伍之间的 一场无意义的友谊赛 哪怕还有1%的希望 具体的这个怎么计算积分 计算精胜球 这些呢 网上有很多的算法 大家可以去看 中国队即便击败卡塔尔 也需要伊朗击败叙利亚 同时韩国击败乌兹别克斯坦 让这两个已经12分的队伍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叙利亚 不再涨分 因为我们赢了卡塔尔 我们才能够积到12分 这样呢 我们目前的希望呢 是韩国击败乌兹别克斯坦 拿到17分 小组第二出现 而乌兹别克斯坦的积分停在12 叙利亚呢 最好不能战胜伊朗 输给伊朗 积分停在12分 他如果打平伊朗 他拿到1分呢 他也把我们挤下去了 他就可以跟乌兹别克斯坦 比一比谁的竞赏球多 再比两个队的进球数 再比两个队的胜负关系 他跟乌兹别克斯坦 争小组第三 当然了 如果乌兹别克斯坦 输给韩国的话 叙利亚打平伊朗 就可以平13分 获得小组第三了 这边有点乱 总之呢 就是已经击到12分的 乌兹别克斯坦和叙利亚 在最后一轮都不能涨分 而我们呢 不仅要击败卡塔尔 拿到三分 而且要多拿几个竞赏球 因为我们目前竞赏球 也比乌兹别克斯坦和叙利亚少 所以说呢 我老黄是 如同我在转播当中 解说时候说的那样 我早就不在乎 不考虑我们能不能出现了 在被叙利亚2比2绝评 那场比赛之后 我们的三分变一分之后 我就已经放弃了 出现的任何幻想 我想的就是 我们能够多赢两场球 我们的国家队 不至于在12强赛的 亚洲区小组赛当中 积分垫底 排在倒数第一 我想的就是 我们的队员能够珍惜 职业足球 中国足是现在的大好形势 对得起职业足球的荣誉 对得起胸前的 这个队灰 对得起这身球衣 对得起 还依然眼巴巴的 支持着国足的这些球迷 那么今天的队员们 确实踢出来了 确实是很拼 背水一战 没有去患得患失 想着是否能出现 不出现 还踢他干嘛 等等等等 每个人都很拼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理批他的作用 他就是能够让我们这样一个 在实力根本不占上风 跟对手半斤半两的情况下 我们在上半场 能够获得12比2的大优势 只要打进一个球 下半场 我们就可以赢得战略的主动 愉快的打反击 而且在非常困难的 0比0的情况下 被对方打了多次 极有威胁的反击进攻 几乎就被对方破门的情况下 我们的队员还不放弃 还能够通过一个角球 的二次进攻 来获得点球 并且发进 这就是世界名帅的 作用和价值 说到这儿 再次感觉 我们在40强赛 小组赛 获得出现机会 进入12强赛之后 当时应该当机立断 就是足鞋的最高决策层 应该果断的请下高红波 感谢他把队伍带出 这个小组赛 进入12强赛的攻击 换一个世界大盘名帅 就是请李批来 我们两次换帅都换完了 首先是小组赛当中 佩兰把队伍带成那个样 两战中国香港都打平 不能进球 不能取胜 最后逼到绝路上 那种状况 换佩兰就换完了 然后呢 在12强赛这个过程当中 就不应该让高红波带 让高红波带呢 四场球一平三复 紧急一分 交给李批的时候 说实话 给李批留下的底子 又很难挽回 说一千到一万 归根皆底 就是图协决策层的 昏溃无能 犹豫不决 推为敷衍 官僚主义 不拿中国足球 当成自己的事业 糊弄 不承担责任 否则的话 如果早得让李批接手 我们何至于前四场比赛 一平三复只拿一分 现在前四场比赛 多拿一个三分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们就可以最后一轮 舒舒服服的击败卡塔尔 然后指望韩国跟乌兹别克打平 我们 很有可能 甚至小组第二直接出现了 足球没有假如 足球不相信眼泪 那么今天呢 队员都是拼尽了全力 有踢的好的 有踢的不好的 一会踢的不好 一会踢的好的 但总体来说 这支队伍的表现 是已经踢出了我们 现有人员下的一个 90分的水平 大家把所有的潜能都释放出来了 一个主教练要做的就是 让自己手里的牌 打出最佳组合 最佳效益 而不是怨天诱人 说我的牌就这样 打什么呀 别打了 直接交枪吧 李皮不是那种 直接交枪的教练 甚至就是说 当我们中国的球迷和媒体 在2比2 平了叙利亚之后 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李皮还在说 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要争取 为什么不拼呢 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国家队 都要为自己的国民 去争取每一场的胜利 因为你不是俱乐部队 你的胜利的价值 不同反响 不同寻常 承载的东西太多 还会有人说 中国队营场破球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也出不了线 不是还是出不了线吗 然后人傻钱多 水平低 还挣钱多 还少好多钱 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言论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 慢慢的 大家就认清了 这种言论背后 所藏的是什么目的 无非是 捡便宜蹭热度 找一个舆论上的弱势群体 来踩一踩 既安全 又可以加分 还可以曝光 对于这样的人 大家要警惕 凡是对于舆论 一边倒的事情 大家都要想一想 不是有那句名言吗 在鸡蛋和石头当中 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中国足球 在舆论环境里 就是一个鸡蛋 就是一个弱势群体 站在石头那边 还是站在鸡蛋这边呢 赛后采访 有记者问到 告林 法典球之前 念念有词 在说什么 告林说了一番话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在赢了球 大家都开心的情况下 说一番话 会不会有点狠 有点不近人情 有点杀风景 告林说了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在媒体上 已经看到了 我在这里呢 再把大意重复一下 告林说呢 我当时就在想 我一定要把这个球罚禁 我要赢球 因为有很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愿意看见中国队赢球 作为中国人 我不太容易理解他们 这是怎么想的 我要让他们闭嘴 告林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我们的球员 我们中国踢球的男人们 平时面对着什么样的舆论环境 生存环境 大家对他们的要求 是圣人 楷模 比党政官员的这个道德要求还要高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的热血的活生生的男人 一些孩子 就以告林来说 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 在其他很多行业里都还是小毛孩 可是在 因为他在球场上踢球 我们就对这些人 有这样或那样的要求 想一想前段时间 天经全境的张秋为 最驾出了车祸之后 网上那些 恨不得把人弄死 无马分尸 千刀万剐的那种言论吧 他跟你有多大仇 告林在赛后 在赢了球的时候 说出这样 在某些人眼里边杀风景的话 就让我想起了 网络上那些暴民 那些懦夫 那些阴沟里的老鼠 逮着一个不用负责任 不用承担后果的 可以肆意宣泄的 谩骂的践踏的对象 去逞英雄 去发泄的时候 那种肮脏 那种卑鄙 那种可怜可笑 可叹 若干年以后 如果张秋为有机会 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球员 为国家队提球的时候 他想起这段经历 他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 我们想让队员爱国 爱胸前的队灰 为球迷 为国家拼命 我们爱他们吗 我们是这样爱他们的吗 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 愁名恨父 盲目 他也只是一个 普通人家的孩子 靠着自己艰苦的训练 不懈的坚持 踢球 挣钱 养家 想过好日子 你们哪一个人 不是想挣大钱 买车买房 过好日子 孝敬父母的 他买辆车 他醉驾了 就至于给骂成那样吗 想一想 高林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要觉得杀风景 杀风景的是 我们 我们平时太杀风景了 我们根本不懂足球 不尊重足球 不爱足球 我们爱的是个热闹 我们尊重的是赢家 我们这个民族 根本没有从骨子里 从文化上真正的理解和接纳足球 我们的邻居日本 又提前一轮出现了 连续六届世界杯 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了 球场小社会 社会大球场 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全方位的差距 至少在足球的问题上 是全方位的差距 你其他方面可能有赶超 但是实际上 很多去过日本旅游的人 回来会告诉你 差距有多大 差距在哪 承认这些 调整自己 把中国踢足球的人 把中国的足球 不要当成社会的弹羽 或者公共厕所 当成自己可以免费发泄 打了骂了 不用承担后果的一个 无抵抗还手之力的弱势群体 那个鸡蛋 你不是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边吗 你不是正直正义高尚道德 善良的吗 请站在鸡蛋这一边 请站在鸡蛋这边